上回书咱们说到 汉武帝刘彻的老祖母死了 没想到 在老老太后的丧事上 朝廷又出现了分歧 这个分歧 实际上是朝廷两股势力的分歧 按照皇太后的意旨 田坟呢 就被任命为太皇太后 寝陵至至使 田坟主张要遵从孝文皇帝之命 行短丧而剥离 一向受到太皇太后信任的徐老丞相 却认为应该厚葬这位太皇太后 武帝十分想听听为其侯斗鹰的主张 可是这位老老太后的侄子斗鹰 就是站着一句话也不说 武帝这时候没有办法了 他一眼看见了东方术 东方爱情 要以你之间呢 东方术心说皇上 您问我干嘛 这种场合 按说不是应该我发表意见的 应该斗鹰发表意见 您拿个主张 可是现在皇上已然点了自个儿的名了 东方术脑子来得很快 陛下 臣只不过有个小小的疑虑 不知当讲不当讲 一律 汉武帝一听 只要东方术这里边能说出点事来 可能就能从他这打开缺口 解决问题 东方爱情 那么你就说说 你有什么小小的疑虑 陛下 陈东方术以为 丞相跟田大人 各之一词 而且田大人的意思 已然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大家全都明白了 可是 徐老丞相 后葬太皇太后 是怎么后葬方法呢 陛下 您可以让老丞相讲讲 让我们大家听听 陛下 您再做明断 啊 武帝心中明白了 对呀 让他说出来呀 好啊 许丞相 你说说应该如何后葬 没想到许昌啊 他错会了东方术的意思了 以为自己能说了 那就是占了上风了 不然的话 为什么让我讲讲其中的意思呢 好啊 陛下呀 臣以为太皇太后一生结件 然而 葬礼不能简略 太皇太后 虽然双目失明 可心中明察求好 十多年了 太皇太后 为了我大汉 废出了多少的心血 我们作为臣子 臣孙 如果不以至孝至后奉之 恐怕遭到后世唾骂呀 武帝就不爱听这个 什么双目失明 什么心中明察求好 十几年为我大汉安定 费了这么多心血 哎呀 要是没有老老太后这些 我刘彻早就起飞了 可是刘彻身为大汉天子 在这个时候 不能在朝堂上着急 望下压了压自己的寒气 好吧 徐老丞相 那你就说说 怎么个治孝治后 陛下 臣以为这第一 就如孝敬皇帝 治丧之法 举国扶丧百日 扶丧百日 许昌这句话说出来 文武群臣就乱了 举丧百日 国丧一百天 谁都经历过 得忍一百天 连乐都不许乐 如果乐一声 让官兵知道了 砍头杀嘴 这是国丧 了得吗 文武群臣 这一交头接耳 议论起来 汉武帝 看出来了 也听见了 有的人 甚至说话 声音很大 我说 我说张大人 这百日 这头一个就这么厉害 这第二呢 汉武帝 看了看文武群臣 徐老丞相 那么你说说 这第二呢 陛下 这二十 太皇太后 大人 大慈 于孝文皇帝 归天之后 就将后宫三千多人 放回了民间 身边就留下三十多个人 伺候 要以老臣之见 太皇太后归天了 就应该让这三十多人 与太皇太后同行 才和太皇太后之愿 什么 大家伙全都惊呆了 跟着是一片哗然 徐昌说得很清楚 伺候老老太后的三十多名工人 甭管是太监 甭管是工女 陪着太皇太后 入土安葬 活人就买 大家伙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心说 这位老丞相干嘛这么说 我们大汉朝 虽然私自下 有一些王爷侯爷 也这么干过 可是谁敢公开 怎么徐老丞相 说出这样的话来 大家伙面面相去 可是不敢发言 全都瞪大了眼睛 看着皇上 田坟 马上抓住这个机会 他欠起了脚筋 皇上 丞相此法 端无道理 相往大汉 历代圣君 大葬之时 用泥土 偶人 作与陪葬 丞相 丞相以活人陪葬 这么残酷 还说什么 至孝至厚啊 可是这位老丞相 许昌 根本就不理天坟 你爱说什么 说什么 皇上啊 这些工人 随着太皇太后 多年了 他们受到太皇太后的恩典 现在让他们随同太皇太后去 这是尽他们的一片忠孝之心啊 天坟是寸步不让 皇上 许丞相这是借太皇太后的丧事 抬购自己的地位 他另有所谋 许昌是真急了 皇上 义奴陪俊 古有先烈 与太皇太后 有何不可呀 大家伙再一看 这位老丞相 脸都憋红了 两只手抬起来 手直直发抖啊 文武群臣 也有这么很少一部分 觉得老丞相的话有道理 可是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 武帝当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决定了 这时候东方朔说话了 陛下 臣以为丞相所言不是没有道理 臣还有两个疑点 不知道能不能问 大家一听东方朔说话 而且又提出问题来了 抓着一下 眼光就集中在东方朔的身上 武帝当然希望他问 就知道东方朔肯定有办法 好啊 当然可以 祝马爱情 你们凡事跪着的都给我站起来讲话 谢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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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朔站起来了 他走到许昌面前拱手当凶 请问老丞相 您刚才说的 您刚才说的太皇太后身边伺候的人都愿意陪同太皇太后同去 这话是真的吗 是啊 怎么会不是真的 我听见他们的议论了 他们蒙太皇太后的大恩当然愿意陪同太皇太后同去呀 东方朔不理许昌了 他一转身就走到大太监索中的面前 索中大人 你听见没有 刚才徐老丞相说了 太皇太后留下三十多个工人伺候他 据我东方朔所知 你也是太皇太后留下的工人之一呀 后来才到皇太后跟皇上身边的 要是按照丞相说 这些人都愿意陪同下葬 不知道 你愿意不愿意呀 哎呀 锁中万也没想到 头一个就提到自己 扑虫一声就跪下了 眼泪唰的一下就流出来了 大人 小人不是太皇太后留下的 小人是太后留下的 不不 小人是皇上留下的 皇上 他这才想起来应该恳求皇上 他面对五弟碰碰碰之磕头 皇上 老奴就是做牛做马 也愿意留在皇上您的身边呢 五弟看了老太监一眼 真是可怜 他看了许昌一眼 五弟可没说话 东方硕一转身 也是面对皇上 陛下 您看见了 看来太皇太后留下的侍臣 并不是像徐老丞相说的那样啊 锁中一听赶紧爬起来了 对对对 他知道东方硕是救命恩人 赶紧冲东方硕又跪下了 谢谢东方八人 谢谢东方八人 五弟一看这个老太监 实在是太可怜了 起来吧 锁中 朕要没准奏 你怕什么 快起来 东方爱卿 你还要什么可问的吗 陛下 臣以为 以这些工人陪葬太皇太后 地位太低了 不足以说明 城乡大人所说的 至厚至重 五弟当时没明白东方硕这句话的意思 东方硕 那你的意思呢 陛下 要是以臣之见 陪同太皇太后同去的 应该是王公大臣 不然的话就不能说明至厚至重了 喜昌别看岁数大臣可不糊涂 听东方硕怎么一说 脸上叉就抽出了一下 东方硕看了他一眼 马上就看出来了 就把话加快了 陛下 您还记得吗 六年前在陛下您继位天子之时 就有两个位置三公的大臣 御使大夫赵婉跟郎中令王丧 在霸凌的歪波树下先行追寻孝文皇帝去了 这比太皇太后归天还早了六年 他们先陪孝文皇帝而去了 别瞧东方说这几句话 五弟当时想起这件事 抓地一下 脸色就变了 对呀 他马上看了一眼许昌跟田文 当时要没你们两个 赵婉跟王丧能死吗 五弟当时脸上就露出了杀计 朕知道此事 陛下 既然早有两位大臣先行陪葬 那么今天再要一些工人去陪葬老老太后 岂不是太轻微了吗 臣以为许专相要以至后至重之礼 送我太皇太后 就应该用比一使大夫和郎中令职位更高的人 太皇太后更信任的人相陪 才能表达陛下的至后之重的孝心呢 五弟马上明白了东方说的意思 他看了许昌一眼 老丞相 再瞧许昌这脸呢 本来是红了 抓得一下 脸色煞白 而且浑身上下是颤颤抖抖 陈在 朕以为东方爱情之言最和你说的至重至厚的孝道了 老丞相 你以为怎么样啊 续昌听明白了 但是他吹着明被装糊涂 臣 臣不太明白 朕都明白了 你身为当朝宰相你还不明白 锁中这时候急了 锁中抢行一步 走到许昌面前 用手指着许昌 然后又看了看和朝的文武官员 又冲着许昌 老丞相 要说太皇太后最信任的 就是你跟庄清敌呀 这事是瞒不了我的 那年庄清敌 跟你 跟你啊 在成名殿听见了赵婉跟王赃的话 去奏明老太后 所以才有赵婉 王赃之死啊 这事能瞒得了我锁中吗 啊 太皇太后最爱听你的了 现在 现在庄清敌死了就你一人了 啊 你身为成想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 那比赵婉王赃的地位可高多了 你呀 别装糊涂了 你就陪同老老太后去吧 没想到这个许昌把最老式的大太监锁中给逼急了 汉武帝就瞧着就听着 汉武帝也不制止 这个朝堂之上文武大臣有点头的 有气哄的 有看热闹的 心说许昌也看你怎么收场 许昌知道 此时此地是不利于自己了 他瞧着窦英 希望窦英能帮助自己解脱困境 这窦英啊 头倒是冲着汉武帝 两眼一闭 就好像什么也没听见 什么也不知道一样 许昌看了半天 窦英是不愿意一句话都不说 许昌没有办法 止不了了 看了看汉武帝哆了哆嗦 冲武帝扑通一声跪下了 老泪纵横 眼泪就流出来了 陛下 真实在是糊涂 臣老了 不中用了 满嘴胡话 臣错了 臣请陛下开恩 请臣 考虑还乡吧 哎 汉武帝 汉武帝假装没怎么回事 老丞相 你这是怎么了 锁中在旁边又加了一句 皇上 丞相老了 所以他才最适合 陪葬老老太后 许昌啊 这书会儿就是想活 他赶紧转过身来 跪在地上往前爬呀 锁中啊 锁中啊 您不要再添油加醋了 老臣从来没想害你呀 老臣刚才是一时糊涂 老臣向你赔不是了 锁中把袖子一甩 啊 你是谁的老臣呢 然后一扭头不理他了 这回许昌急得汗都下来了 没办法 他突然间发现东方朔两只脚 再一抬头 东方朔看了他一眼 对呀 解灵还得解灵人呐 只有求东方朔了 他要跪着奔东方朔爬来了 东方大人 东方大人 东方才子 救救老臣吧 老臣再也不敢在您的面前 搬弄是非了 东方朔 啪一下一转身 把嘴一撇 然后低头瞧了瞧许昌 心说许丞相 你不是不可一世吗 现在后台一倒 你连脸都不顾了 反而跪在地下 求我 东方朔也不理他 许昌一看没有办法了 只好又爬着奔向汉武帝 一边磕头一边哭 陛下 老臣知道您是知人知孝的 知悲知识的 您就绕过老臣 离会吧 武帝 武帝气坏了 信手 你不是要陪葬吗 你自个儿陪葬不就完了吗 太皇太后喜欢你 这时候 文武大臣知道许昌要没命了 突然间 为其侯 斗英 漫步走到龙叔岸前 冲着武帝跪倒了 骑走陛下 臣斗英 有话要说 汉武帝心说你沉不住气了吧 到底还得说话吧 好啊 斗爱卿 有话请讲 陛下 臣是太皇太后内侄 深知太皇太后平生 以节俭为要 不是奢华 既有孝文皇帝遗诏在先 臣以为 田大人的治丧方法 尚合先帝之意 下应万民之心 太皇太后在天之灵 如若有之 也会得到欣慰的 这几句话 不但让汉武帝心里舒服 人人心里都佩服 就连田坟也感到十分意外呀 他是太皇太后的亲侄罪 武帝赶紧用手一指 斗爱卿 起来吧 朕知道 你说得非常有理 可是这老丞相许昌 要以活人祭奠太皇太后 现在又说自己糊涂 魏其侯 你说应该如何处置 这个魏其侯斗应 从来就看不起许昌 你有什么能力 你不就是仗着 太皇太后给你撑腰吗 现在这位老老太后死了 你怎么办出这样的蠢事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而且砸得不轻都砸肿了 啊 你闹下好了吗 何苦来呢 哎 窦英呢 只好是任凭武帝处理了 他说出话来正好折衷 似旧非旧 陛下 臣以为许丞相刚才是糊涂了 现在一人清醒了 他也不会再言一人祭奠之事了 许昌这时候才明白 窦英是自己的一根救命稻草 是啊 是啊 老臣糊涂了 老臣再也不敢说这样的事了 老臣谢过窦大人 救了老臣一命 承乡大人 你还是谢皇上吧 徐昌又给汉武帝刻图 臣谢圣上不死之恩 谢圣上不死之恩啊 汉武帝这时候才松了一口气 众恩爱卿 现在朕传旨 所有的文武大臣全跪下了 现在朕就命田坟 按孝文皇帝遗诏 总领太皇太后安葬及沁陵之事 田坟赶紧往前跪行了两步 臣领旨谢恩 汉武帝一抬手 田坟望后退 然后汉武帝用手指着 许昌许成相 众位爱卿 成相许昌 已然年老轰溃了 不能再领朝政 朕呢 就念许昌 跟随先帝跟太后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就算没有苦劳吧 也有疲劳了 展前面许昌一死 免去他的丞相之辈 回家养老 许昌知道 自己是不能再当丞相了 能保住命 就不错了 老臣谢主龙恩 他这才爬起来 等他爬起来 想站起来的时候 才发觉到两条腿 突突突颤抖 依然快站不住了 汉武帝没理许昌 大家也看出来了 大家要听 许昌既然不是丞相的 那么朝中大权归谁呢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 到底谁为丞相之职 下回再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